Hello,大家好,我是伯伯宜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套非常好用的一套工具 叫做Traffic 那这个Traffic是做什么用呢 我们待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在讲Traffic之前呢 那我们来大家想一下说 今天假设呢,有一个业主 希望你呢,快速的帮他架出两个Wordpress的网站 也在不同的Domain上面 但是用同台VPS的机器 那这个VPS你可能也放在Ocean啊 或在Leno上面 那你该如何去架设呢 好,在我们传统的方式呢 我们肯定说,那我们去租一台EC2呢 或租一台VPS的机器呢 那我们在上面赶快把Wordpress的环境给装好 就是我要去装PHP的环境 然后如果要去装Wordpress的环境 我可能要搭配一个MySQL 然后或者是我要搭配其他东西 那架设完成之后呢 你可能会在机器上面 run两个不同的服务 或两个不同的Pore 那这两个不同的Pore跟不同的Domain 那接下来呢 你可能需要一个叫做Engines这个东西 或者是HWordpress或者A87这个东西呢 去帮你把导流量 比如说我接一个A网站 那我就把A网站导到某个Pore 那B网站就导到B网站某个Pore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Engines这个东西来做搭配 好,那这个Traffic同等于像Engine这个角色 那只是说它是用Goling加选 那这档客人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实做一下Traffic 怎么去把它架设起来 然后搭配Dock 那传统呢,我们家Wordpress 这个传统方式呢 我们可以用Wordpress 我们可以用Dock方式快速的把Wordpress给架好 那Traffic这一套的好处是 它可以去侦测Dock上面的所有的服务 然后去跟Traffic做自动化的整合 所以呢,今天这就是我们要去推荐它 好,底下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我们看一下 那首先呢,我会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推荐Traffic 那跟它HL Plastic跟Engines跟Kendee到底有啥不同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快速去实做说 我们在同一台机器 我们要如何去架的两个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架两个Wordpress 那今天我们不用Wordpress来例子 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服务来做例子 接下来呢,那我们去 在我们把这个服务写完之后呢 那可能一台机器上面可能弄不同的不同服务 那今天的假设呢 我们今天想要去自动去更新这某一个服务的话 那我们用重来去如何去做搭配 好,这是我们今天简单的例子 那今天假设有两个Domain 那我们这边要如何去设定Traffic 将我们的流量转到不同的两个Domain上面 好,那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叫中文的Blog 再放在我的Blog的网站 大家可以先去参考一下 上面有各式的程式码 还有所有的Traffic的设定档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Blog 那这Blog内呢 我已经先写好中文的部分 那其实它用的方式非常简单 那上面会把我详细的操作过程都写在上面 如果影片中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上来这个Blog上面找程式码 或者相关的步骤都写在这上面 好,那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会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去做自动化部署 因为我把Traffic给加好之后 后面的服务跑起来之后 接下来呢 你可能会去串一些期待系列流程 那这时候呢 你该如何跟你的Git Service做搭配 加上你要该如何去下 直接去远端机器下载最新的Image 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原因是我们在Dark上面呢 我们会在 我们会在 Ec2上面 或是在我的NVA上面 讨一个DarkCompost的File 那DarkCompost会记录所有的 所有的APP的服务 那我们该怎么去把APP的Image 重新下载 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那这是最后会交给大家的 那 接下来呢 我来讲一下说 为什么我要Trips使用Traffic 那它跟HuaPulse 也跟你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们是个很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我推荐Traffic的原因是 它是用购语言写的 那购语言写有什么好处呢 假设呢 我今天架了一个网站之后呢 我需要HTPS的凭证的话 其实在Traffic里面是直接电影键 也就是说 你今天可以用Traffic呢 你就不用去 再去额外去写一个服务 要去自动换凭证 它可以去跟Laxing 自动做结合 每到三个月 它就自动把它去做更新凭证的动作 这个在Engines跟HuaPulse 其实没办法做到的 但是这个在Candy上面也可以做到 因为Candy也是用勾连线 但是Traffic有个好处就是做 它可以去结合不同的Provider 那今天我介绍的是 用Dark这个Provider 也就是说 你把服务失段在Dark上面 那Traffic你这个服务只要跑起来之后呢 它其实就可以去自动侦测 你在你的机器上面的 所有的Dark的服务 比如说你今天跑了一个Wordpress 一个服务 然后跑两个Wordpress服务 那它就会自动去侦测这两个Wordpress服务 那这两个Wordpress的设定哪些Domain 你就会直接在DarkPost里面做设定 好 待会我就深入去介绍 好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其实会把整套的整个流程 整个串範介绍完 然后教大家如何去做Traffic 那底下我们来实作看看 我们开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用Go園显的一个最简单的Main.Go 那这个这个Main.Go呢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HTB的Handle 那这些Domain 你直接打它吧 它会去回复的HTBRequest 然后时间多少 那这边呢 我们该如何去跟你的CIC做结合 并且上传到DarkUp 非常简单 那首先呢 我们也会去在座里面去设定一个Binary檔 那我们去Make a Build 一个MindexAMD64的Binary檔 那Build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说 我们是用DarkFile的Alpine 这一个Image去做结合 那我们看到DarkFile.Alpine这个部分 那因为你Build出一个在Go里面 你Build出Binary檔之后 我们只要把Add进去就好 Add进去之后呢 我们EntryPort指向那个Binary檔就可以了 剩下的都不用做 那接下来我们在Image里面 只要去把这个CEA Certificate 这个Binary檔给当录下来就可以了 那其他剩下都不用做 那结合之后呢 我们再上传到DarkHub上面 那该怎么上传到DarkHub 很简单 那我们一样 这边呢 就是直接去Publish 用Plugin的Dark 这个Plugin 那这Plugin呢 你只要指定好DarkFile 然后把你的Userain跟Password 给写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Userain跟Password 可以来自于 这Zone的后台的 DarkUnlesserUse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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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不同的栏位 那这两个不同的栏位 其实可以在Zone的后台里面 都可以去做设定 也就是说你在Zone的Setting里面 你会看到你有两个 DarkUnlesserUserain DarkUnlesserUserain 这可以从后台里面去做设定 那设定完整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 直接去自动化的去Publish 到你的DarkHub上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可以很简单的看到说 它 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这边有一个Build386的 那我们看Password是这边 Password它就简单的帮你把 你的DarkFile读进来之后呢 去下DarkBuild的动作 DarkBuild完之后呢 它在拆你若果然产生一个image 产生一个image 产生一个image之后 这都把你照上转到DarkHub上面 那这边当然你可以换成 你的自己室友的DarkHub 这个就可以了 好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到 我们自己的EC Tool 或是VPS 或Ninode上面的机器呢 去实作怎么用Traffic 去接上你的既有DarkHub的服务 好 那这边呢 我简单的很快的升起一台机器 那这三个画面呢 DarkHub对面的Demo 那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画面 是用来做Root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切到Root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 底下可以建立一个 很简单的 Traffic.toml 这个YAML 这个档案 这个设定档 这个是Traffic.tok的 基本的设定档 那今天呢 我们会去跟Dark做结合 所以这个设定档 是跟Dark有相关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档案 做一个介绍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说 我们这边呢 我们Entry Points 这边 我们Default是跑HTP 并且Listen在8080Pol 也就是说 待会你的Traffic.toml 跑解之后 他就是Listen在8080Pol 好 Listen在8080Pol 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底下的Dark的Provider 那这边DarkProvider 其实很容易 那我们直接看这边的Dark 好 这边DarkProvider 他的Endpoint 这边就是 他要去吃你的原本的 你的VPS 底下机器跑的Dark 服务的DarkSock 那接下来呢 你要把Watch设定为Tool 那Watch设定为Tool 那Watch设定为Tool 的原因是说 他可以去知道说 你现在所有Dark 跑加的服务 跟他有没有什么 做一些搭配 那这边呢 很简单 这个SourceCode 档案 这个设定档 就写的非常简单 所以你在 你要跟Dark 深入的接触的话 基本上 你聊到这里 就完成了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完成之后呢 我们怎么把它包起来 接下来我们去写个Dark 的Compost 的YAML 那这个YAML 那这个YAML 档案呢 我们一样可以从这里面 里面 可以看到说 这个YAML 那YAML 那YAML 很简单 让我们Pore 8080对外 因为一是我们刚才在 那个 这个Traffic 的档案里面 我们在leason 在8080 Pore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80pore 直接对外 然后呢 这里balance 里面很简单 我们把我们local 七七端的Dark Socket 把它mount到里面 mount到这个Traffic的 Image里面 的container内 container内 之后呢 我们再把local 的档案呢 给 mount到那 container内的 跟目录底下的 Traffic.tom 这个档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建立一个 Negle的叫Web 那这是Eternal 设定为Tru 那这个是很简单的 一个YAML DarkCampos的YAML 档案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透过DarkCampos 去启动它 up 好 这时候 你会看到说 它是leason在8080pore 那我们去检查一下 MateState 好 你会看到 我们有个leason到8080pore 那因为我的权限不够 所以 是一般权限 所以它看不到是一个Dark 跑起来的服务 这时候呢 我们切到 切到root 然后再下一次 tamp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 80pore 是跑在DarkCampos上面 然后这边有点退 它现在leason的8080pore 接下来呢 假设呢 我们现在有个 我们有两个服务需要跑起来 那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U8图底下 同样是建立一个 DarkCompos的File 那这时候呢 我们用微放两个服务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DarkCompos的File 那这时候我们建立一个 叫做APP 1 跟APP 2 那这是我们刚才上传的 DarkImage 那这Image呢 我们底下很简单 我们 在 Trafic呢 它只会去读 这个DarkCompos底下的 Label 这一个 Setting 那这Setting呢 很简单 我们去自定 我们去 把一些Trafic的设定档给写进去就可以 比如说我的DarkNetwork 是用Web 这是我刚才建立的 那你建立的方式很简单 你只要在 你的Local端 用DarkNetwork 然后CreateWeb 这样就可以了 那原因是我们现在 我们有Create多了 所以我现在 重新下一次的话 是它会跟你讲 你的Network Network 已经存在 那第一次接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捡起来 把这个Network 捡起来 否则你的 这个Trafic的D门也跑不起来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在Trafic怎么去认证 怎么去知道 你的APP好起来呢 原因就是用Label 4的部分 这Label 4很简单 我们就基本的 设定一个frontend的路 那hostname就是demo1.com 那跑在8080p 那这个是 我们container里面 跑的8080p 然后它第一本的 D4是跑HDP 然后我们看一下 Service2 那我们就取名叫 Dymer Domain2.com 然后这是 第一个是Domain1.com 然后这个用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整个Full 给跑起来 Dark Compost up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 他要把 APP1和APP2 同时跑起来 都离成在8080p 那这时候呢 我们 Dymer 该怎么去验证 我们是有成功连上的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再 好 那 我们把这个停 这个启动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开一个新的terminal 再开一个新的terminal 开新的window 好 然后把这个关掉 这个 这个 没用了 好 我们开一个新terminal 之后呢 我们连上去主机 好 那我们切到root 切到root 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EDChost EDChost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新增 两个 domain1 叫domain2 我们也新增 两个trafficer domain1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 DarkCompost 它是使用trafficer.domain1 好 那我们先把它跑起来 那我们这边已经新增 两笔叫做trafficer.domain1 然后切入个.domain2 127.0.1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 用curl的方式去 测试看它有没有tone 好 curl htb 然后trafficer.domain1 8080 然后trafficer.domain1 8080 好 那我们看到 很快看到 我们看到一些 i love 然后一个 惊叹到 然后好的 我狗恋 workshop 那今天假设 我们后面打一个 叫做taste 好 这边有看到 i love taste 那我们这边看到 那我们这边看到 i love i love taste i love taste 那今天假设 我们另外一个 domain2 的话 好 你可以看到 我跑到domain2 所以呢 这个trafficer 离门呢 就自动的帮我们 把流量分配 按照domain的方式 去做设定 所以基本上 我们用trafficer 搭配 dack的方式 是非常好去架设 两个不同的网站 甚至你有多个不同的网站 都可以 那今天假设 我们要去做一些 APP的更新 表示我们今天 写了两个不同的服务 那我今天 其中一个服务 想要去更新 如何去更新 一个 你自己的Source Code 到上面去 很简单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更新的方式 如果你用搭配 dack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那其实dack的方式 你就是可以用 Appleboy dack dack sh 这旁边 再连上去之后 把你host 设定好之后 你的username 那你跟key 给写上去之后 你的username怎么写 你就dack compose pool app1 app2 两个服务都把它 下载到最新的image 原因是因为你这边 会把新的image 给放上去嘛 就是你更新版 Source Code 然后呢 build成新的bine 入场之后呢 你会把它包成dack content 然后丢到dack hub上面去 那是说你dack hub上面有最新的image 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连到原本的机器 把最新的image也下载下来 然后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这个方式很简单 就dack compose up-d 然后force recreate 然后 把dependency给关掉 然后app un.y 可以重新启动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来下一次看看 好 我们在man.com 里面这边呢 因为我们刚刚后面有接好的 那我们后面把它写一个traffic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做个实验 update 好 你们看到收拾工 我们push上去 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重有没有什么任的动作 好 那我们看这边15 好 我们这边测试失败 这边呢 我们改一下 把测试程式改正确一下 好 那这边 把它换过来 好 那我们一样再更新一次 好 push上去之后 我们会自动出一个重 来去执行 那 我们看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有update 那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它会做基本的测试 做完测试呢 它会去build一个 i365 或者是amd 或者是image 那我们在 i365 里面看一下 我们会去build 一个image 并完之后呢 它会publish 到的 darkhub上面 那这个由于是够写的 所以它的biome檔非常小 所以整个image size 非常的 非常的 小 那它上升速度很快 大概10秒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sh 会去更新 两个不同的app 那更新完整之后 基本上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基本上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所有的更动 好 那我们回到 这边 好 好 这边我们看到说 我们两个server 同时重新启动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好 大家看到说 我这边改成traffic workshop 你们看到 好 那我们再 到domain1 好 这边也是改成traffic workshop 所以基本上 它是可以很及时去更新的 就是说 你建议同时更新的image 或是做更新的哪些设定呢 你只要重新启动这个大个content 就可以了 那traffic它可以自动 整个content的存在 所以基本上 今天假设呢 我想要架多个服务呢 其实基本上 现在所有的服务 都是content的话 所以基本上 你在你的 eC2上面 或是你的VPS上面 基本上不用安装 那些什么 比如说Go的环境 或是PHA的环境 或者是Rubia的环境 或是Node 这些问题 那 所以所有的服务 都把它content了 那当我们traffic 也是把它content 整个你的设定 就非常简单 你只要把你的Server 把一个Duck 装好做 接下来你就是把Duck 不是把你丢来丢去 丢进去之后 做一些启动动作就可以了 那更新方式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跟重有深度的结合的话 基本上 做法就是像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在 在团队里面的专案 基本上是用Duck 去启动任何一个专案 那假设呢 今天你有一个前端的APP 后端有后端的APP 基本上就各自启动不同的服务就可以了 那 Traffic 这个部分呢 我就今天就讲到这里 它其实它的设定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你来跟engine 或是跟你的Candy 或H2PAC 比起来 我觉得它跟Duck 整个整合服务 非常的好 尤其是你在你的Duck 的Compost 只要设定这些 入我之后 Traffic的一些入我 Lables 之后呢 其实基本上它就帮你 产生这些浪停存在 比如说像你host 的定义 什么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它就自动帮你去 直接 帮你就分扭到对应的 像对应的 你的Connect OK